蜜蜂和裴元宇一起走出店门 一仔呆呆看着签名的海报 心里想着 如果能卖掉签名海报 我会发财的 但他的番茄市场账号被封了 蜜蜂的签名海报无法出售 只好和正兵的签名 一起放在旁边 那天下午 夏恩放学回家 发现了蜜蜂的海报 激动地冲过来 叔叔 这是什么 蜜蜂的海报 真的吗 他的声音有点不对劲 一仔疑惑地看着夏恩 只见他紧贴墙壁 似乎随时要把脸贴在海报上 蜜蜂今天来过吗 是的 他亲自签的 我 我 夏恩脸几乎贴上海报 开始啜泣 怎么了 我好想念蜜蜂 该死 他诅咒蜜蜂永远别再来 但几小时候 他就收回了这个念头 晚上 裴元宇撞开会长办公室的门 看到李思英戴着眼罩和耳塞 懒散地躺在沙发上 你又没吃饭吧 李思英依然没有回应 裴元宇却自顾自地开始汇报 觉醒管理局通知你 解酒汤店的监职声 也是蜜蜂的粉丝 再说一遍 监职声是蜜蜂的超级粉丝 李思英摘下眼罩 陷入沉思 一仔是蜜蜂的粉丝 他对我和郑丁的态度完全不同 晚上 店里人哨了 一仔收到两条短信 思英 CBS 思英 开一下电视 他无奈打开电视 刚播完一部热门连续剧 紧接着一个广告出现 一个猎人手中的勺子掉了下来 另一个像电视剧里的演员 一样喷出了水 白色的蚊子出现在 如同死神般站在家庭面前的 防毒面具的腰间 波涛工会会长李思英 身穿整齐西装的 防毒面具人伸出左手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做成V型 重叠在左手掌上 虽然因为戴着黑手套 动作并不明显 低沉的机械声响起 觉醒注册咨询 请播打觉醒局热线777 为注册觉醒者及觉醒犯罪举报 请播打555 韩国觉醒管理局 永远在你身边 整个店里压雀无声 直到下一个节目开始 大家才纷纷喘气 一个猎人喃喃道 我以为自己 中了混乱负面效果 裴元宇严肃地说 那是公益广告 意在震惊地握住手中的笔 这不是警告吗 不去注册觉醒者 就会被防毒面具人杀掉 公关团队对广告结果 哑口无言 纷纷感叹 这个广告一播出 波涛工会就完了 裴元宇对此无能为力 只能默默成了一大口海酱汤 青羊辣椒的辣味 让他的视线模糊 心中默念 思音啊 我尽忠了 手机再次震动 思音发来一条厚颜无耻的短信 哥 我听说你喜欢拍广告的人 一仔愣住了 不知该如何回应 心中暗自发誓 传谣的人 抓住了一定干掉他 凌晨11点48分 觉醒管理局现场 应对祖一队的办公室 依然灯火通明 尽管已是深夜 队长 您要吃点什么吗 哦 来个能量棒吧 郑斌是个尽职的公务员 今天轮到他值班 虽说没有紧急任务 但年终时节 值班已经成了惯例 再过几分钟 最新的排名就要公布了 今天是所有猎人 翘首以盼的一天 排名更新的日子 郑斌一边咬着能量棒 一边盯着显示屏 每年 系统都会根据觉醒者的表现 重新评定排名 猎人的地位 前途 甚至广告代言机会 都和排名息息相关 可一旦猎人 不满自己的排名 通常会引发不小的骚动 因此 觉醒管理局 此时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屏幕上 两位主持人正在讨论 系统的排名依据 我们还不清楚 但除了等级 猎人的全年表现 也会被计算在内 有些A级级觉醒者 甚至可能超越S级级觉醒者 靠的全是他们的努力 今年有不少新秀冒头 我觉得排名会有大变化 不过 专家预测前20名的变化 应该不大 我们来看一下预测排名 预测排名如下 李思音 S级 马太福音 S级 郑斌 S级 JIOJIO潘归鸣 S级 蜜蜂 刘采贤 A级 医生 男佑珍 A级 我是匠人 红一诚 S级 贤硕中 A级 宋周线 S级 盾牌男 裴远宇 A级 郑斌看着名单 心情平静 过去两年 前十名几乎没有变动 排名越靠前 变动的可能性越小 如果蜜蜂能得到一把S级武器 可能会有些变数 但就现在看 我应该不会讲 他正想着 屏幕突然一闪 盘出一个纯白的窗口 排名变化 现在要查看吗 这是郑斌两年没听到的提示音 只有当排名发生变化时 才会听到这种声音 他匆忙查看 脸色立刻变了 第四名 他曾经是第一 但随着李思音和马太福音的崛起 退到了第三 现在又降了一名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 新强者崛起 或某个排名靠前的猎人去世 但很快 他看到了第三种 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 排名的每个人 都被倔挤下了一位 郑斌愣住了 倔这个名字 在八年前消失了 他曾是最强者 死于人穿裂缝 连尸体都未曾找到 但现在 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了榜首 这意味着什么 裂缝重新出现了 郑斌没有再多想 马上穿上外套 指挥队员们行动 所有人 调往人穿裂缝 立刻行动 与此同时 郑斌接到了局长贤朔中的指示 确保局的安全 不惜一切代价 直升机飞抵人穿 郑斌跳下 直奔纪念碑 在那里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李思英 站在大海前 空气中充满了压迫感 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 郑斌示意队员远离 独自走向李思英 裂缝 李思英率先开口 是的 我们在检查裂缝 郑斌回应 裂缝没有打开 李思英指了指平静的海面 郑斌心头 浮现一个多年未解的疑问 李思英为什么 要拿下人穿裂缝的所有权 正当他准备发出下一步指令时 李思英缓缓转身 淡淡地说道 告诉贤朔中 人穿裂缝规波涛工会所有 一切从裂缝里出来的 都是我的 呼啸的寒风中 那张褪色的 用胶带修补的纸 在沙沙作响 一个像甲虫一样厚实的身影 在巷子里忙碌地蹲着 穿着厚厚的棉衣 青蛙围裙 橡胶手套 运动裤和三线拖鞋的一载 平静地整理着回收物 他正在包去塑料瓶上的标签 嘴里嘟囔着 不管我扔掉多少垃圾 总是这么多 他把标签扔进一个塑料袋 踩扁塑料瓶 接着拿起一瓶烧酒瓶 碰 就在这时 空中响起鞭炮声 车一载抬起头 看到一个熟悉的白色窗口 恭喜这 你在地区 韩国中 成为新的第一名 什么 碰的一声 一个沉重的塞子 掉在了地上 空烧酒瓶 滚过沥青路面 为什么这家伙 说我回收垃圾是第一名 一载懒得去质疑系统的愚蠢 第一名 我 他想问 如果有人能回答 他无法理解这个消息 为何在今天突然出现 本来可以正常结束的 急忙打开手机 一载看到与猎人排名相关的 突发新闻被置顶 突发新闻 韩国排名第一阵 突发新闻 无可争议的第一名玩家阵 李思音跌至第二 突发新闻 觉醒管理局 同一猎人名字不能存在 不是同名 突发新闻 觉醒管理局 可能是系统错误 正在确认 突发新闻 正兵登上直升机 前往人川 随着每次刷新 文章数量在增加 系统也弹出一个 新的排名窗口 供他参考 除了J 其他每个名字旁边 都有一个蓝色向下箭头 这一视觉冲击让他心碎 该死 无意识中 一载响起在帖子上 看到的一张图片 复活的尴尬 那样的人在八年后复活了 而且一回来 就夺回了第一名 当然 他们会全国搜寻他 他意识到自己微小 珍贵的生活正在远去 他明白 之前听到的不是鞭炮声 而是他平静生活的爆炸声 机械的刷新屏幕 拒绝接受现实 愤怒如更新数量般高涨 他举起空烧酒瓶质问 嘿 我做了什么成为第一名 过去成为第一名是大事 却无敌 战斗力强 而车一载呢 他所做的只是清理 回收 洗碗 照顾夏恩 向基金会捐款 若这就是成为第一名 那狗或牛也能成为第一名 这时系统弹出 第一名特权奖励 领取 给我一个拒绝按钮 他寻找拒绝按钮 却连个小的插都没有 然而系统弹出新窗口 显示不同选项 部分删除的权限将恢复 恢复权限 正在恢复访问 韩国频道一的权限 你想访问韩国第一频道吗 屏幕上只有一个选择是 他内心挣扎 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入 关闭窗口 我永远不会进去 系统没有回应 终于安静了 一载松了口气 开始清理地上的瓶子时 错误 选择时间已到 自动连接到频道一 系统自动开始了骚操作 什么 一载愣住了 还可以这么搞 加82CH1 这已进入 他忍不住对这一切的荒谬 感到好笑 聊天窗口瞬间繁忙起来 消息飞速增长 聊天窗口如此忙碌 以至于他无法阅读 马太福音和莫太欧的问题 一载平住呼吸 若人穿裂缝再次打开 他必须回去 承担罪责 咔嚓 烧酒瓶碎了 一载浑然不觉自己在出汗 他清理系统窗口 这时裴远宇在窗口 发出消息请问 确议先生 你能聊一次吗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裴远宇依旧不识去 如果是你 你会打他吗 不知为何 一载感到很放松 混乱的思绪逐渐平静 他蹲下 决定向AI寻求帮助 嗨 那克斯比 帮我找个离开猎人频道的方法 没有结果 该死 此时在仍然挤满猎人的行酒汤店 一名猎人在电视机旁窥探 并按下遥控器按钮 然而 无论他按多少次 电视机都没有打开的迹象 他抓了抓头 叫了起来 这电视机该不是坏了吗 一载一边往托盘里装空盘子 一边回答似的 是坏了 我明天就叫人来修 当然 这完全是谎言 电视机很好 那是因为电线插头没拔 我本来打算边吃东西 边看110分钟的辩论 就在那人遗憾的嘀咕时 旁边的其他猎人 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插嘴 大家都很失望 但一载假装没听见 这都是为了避免 一起观看本周的 110分钟辩论 他们是如此渴望观看这场辩论 今天 在J登上猎人排行榜一周后 110分钟辩论 特别直播的副标题如下 J的回归人穿大裂缝 是否应该派出救援人员 复活一方一载的意见 完全没有被提及 因此一载拔掉了电视的电源线 他的拳头紧紧握住 我绝不会让他们看到的 如果听说一个八年前去世的人 实际上还活着 你会有什么反应 关于J是否还活着 社区的讨论 依然存在很大分歧 帖子探讨了J 在西海裂缝中的生存可能性 发帖者提出 是否应派救援队去救他 评论区争论不休 部分人怀疑却是否真的活着 认为他可能受了重伤 或无法动弹 另一些人则认为 不应轻易打开裂缝 不能离一弃幸存者 起初 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一消息 认为是系统的暂时错误 然而 确认J存在的频道一 近代觉醒管理局的正式公告 几天后 排名依然未变 人们开始慌乱 觉醒管理局急忙发布公告 排名不是系统错误 内部调查显示J仍然活着 记者们纷纷提问 这一消息的真实性 哈姆 希克正回应称 将组件调查小组 呼吁大家耐心等待 一再看到他 意识到八年已经过去 他的变化 让他不经回忆起以前的他 此时 J的故事在韩国迅速传播 尤其是围绕是否救援他的问题上 意见分歧明显 在劫酒汤污 猎人们边吃边讨论 J的生存状态 众说纷纭 有些人认为是系统错误 有人猜测最可能复活 甚至有人提到 死灵法师的传说 随着讨论深入 所有人都意识到 除非J自己开口 否则无人能知他如今的下落 却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西海裂缝 众人对他的生死充满疑虑 黎明时分 意仔突然惊醒 胆到房间外有入侵者 此刻不可能有客人来访 无论多想吃解酒汤 也不会打开上锁的门进来 他悄悄打开隔壁的门 赤脚踏上地板 走进熟悉的大厅 昏暗中 他看到一个 戴着防毒面具的身影 正坐在那里 我愣在原地 目瞪口呆地看着李思英 闯进了别人的店里 他是怎么 打开那上关着的门进来的 他为什么坐在大厅中央抗议 这位前第一列人 正在进行各种违法活动 妨碍营业和擅自闯入 坐在那里的他 戴着防毒面具 懒洋洋地转过头 声音低沉而阴郁 你睡得好吗 与这句友好的问候相反 他的声音 如同从地狱爬出来的一般 显然 一个刚刚睡醒的人 询问别人睡得好不好 并没有良心 没有直接回答 我也问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个问题虽然合理 但李思英的气势 却变得更较威胁 他深吸一口气 试图平静自己 但面具下的紫色眼睛 闪过一丝怒意 你在干什么 这可是我该问的 难道 他发现了我的事 考虑到他迄今为止的行动 和情报能力 这个猜测并不无道理 我慢慢握紧拳头 等待他接下来的话 为什么不先给我打电话 该死 我等了你两个星期 我的心一沉 这个疯子 这就是他想说的 从他身边 散发出的强烈气场来看 李思英似乎在生气 他对我离开 去做别的事情感到不满 我并不想再一个 等我打电话的人面前承认 老实说 我忘了 我完全忘了 要回复李思英的交易提议 当然 我有自己的理由 不过 如果我诚实地说我忘了 这笔交易就会取消 事情就会回到原点 所以 我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借口 首先 工作很忙 哈思英嗤之以鼻 然而 我继续坚持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哦 我看你确实在考虑 李思英露出讽刺的神情 抬起下巴 仿佛想说更多 我瞬间有一种 想要给他脑袋上 来一记痛击的冲动 为什么这个家伙的心态 看起来像扭曲的面条 就在这时 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 哦 不会吧 因为你把第一名让给了J 我的意思是 那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家伙 看起来瘦辱 但他曾连续六年排名第一 所以被突然死去的人挤下去 肯定会让他感到震惊 我的目光中流露出同情 李思英不满地低声说道 你眼里的那种神情 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 加油 你在逗我吗 我开玩笑 绝对不是 哦 够了 我为某人拍了一则广告 但被放鸽子两个星期 你知道你真是个混蛋 李思英一边挥手 一边露出厌恶的表情 不过 我对他那个公共服务广告 也感到不满 李思英的那个广告 根本不像是公共服务广告 每当他出现在热门节目结束时 都让观看的猎人 感到精神上的痛苦 我抱着手臂 那个广告到底是什么 你为什么突然开始做这个 我大哥只喜欢那些拍广告的人 我能怎么办 这是什么鬼 郑冰 蜜蜂 我完全跟不上 李思英思维地跳远 郑冰和蜜蜂之间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想限制别人 进入这家店的权利 李思英怎么会 想到做这样荒唐的事 他用下巴指了指 蜜蜂的签名海报 这就是你的品位 蜜蜂是送的 我默默站起身 走向饮水机 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我 太过执着 让我无法忽视 我在倒水时忍不住回头看他 李思英仿佛一直在等着 指着我的脚用下巴示意 脚 什么 你通常都是赤脚的 哦 没错 这才让我意识到 我自己脚上没有穿鞋 我本是想尽量压低存在感 给他个惊喜 但看到李思英坐在大厅里 就像他在自己房间里一样 我失去了惊吓他的意图 竟然光脚在店里走来走去 我晃了晃脚趾 厚颜无耻地回答道 我不是故意不穿袜子醒过来的 你为什么不穿脱鞋 难怪他看起来不满 谁让我是为了躲避这个混蛋 而赤脚出门的 我们来交易 但有些条件 等一下 思英从背包中 拿出一件像手指大小的物品 蓝色魔法石 带有LCD显示屏和按钮的边缘 它是一个蜥蜴 所有S级猎人的魔法石录音机 这就是这家小店的秘密 要么是你 要么是我 最好有确凿的证据 我会录下来的 如果录音泄露怎么办 我们只需用它来写一份合同 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了 李思英不耐烦地在我眼前 摆动着他戴着手套的双手 那个录音机 意味着一旦不小心就会融化 对他来说 那贵重的东西就是一次性的 我按下按钮 录音机放在桌子中央 魔法石开始发出蓝色光芒 好吧 我们开始吧 这一过程听起来熟悉且娴熟 意在轻轻点头 举起食指 首先 我在节酒汤店的 营业时间内部工作 无论你有什么要求和需求 我都会在晚上十一点 到早上五点之间 只在节酒汤店关门实作 啊哈经过一番思考 李思英点头同意 好的 那第二个条件呢 我需要你帮我注册为猎人 嗯 上次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李思英用手掌拍着我的手臂 干脆地说道 我需要一个无名之人 我知道 听我说 我并不打算再次作为猎人工作 但现在具的存在已被揭露 形势变得复杂 为了未来 建立一个与最毫无关联的全新身份 是更好的选择 人们在寻找J 觉醒管理局 也将成立搜寻小组 开始寻找他 考虑到J是S级 伪装成一名最近觉醒的猎人 显然比作为一个没有登记的 可能被误解为 隐藏力量的普通人安全得多 我可能甚至不会被发现 我平静地继续说道 如果我是注册猎人 我的活动范围会有所不同 对吧 我的要求是 让我拥有尽可能低的评价 如果是E或D级 其他人就不会感兴趣 因为这很普通 觉醒者的等级分为 S到A B C D E和F级 越接近F级 觉醒能力和身体能力越低 而F级几乎只是 比普通人稍微强一点 李思音慢慢抹扎着面具的脸颊 所以 你是想让我在注册时 帮你隐瞒实力 是的 还有其他要求吗 照顾奶奶 上次我告诉过你这个 还有其他吗 就这些 好李思音微微一笑 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钮 活法时的光芒逐渐暗淡 最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现在轮到我了 他从背包中 拿出一把手掌大小的匕首递给我 匕首的刀刃上 刻着金色的月桂叶 契约的月桂之 S 如果你流血并与这把匕首混合 可以达成永不违背的契约 诅咒那些违背契约的人 要你自己赐自己 还是我来赐你 这句完全没有根据的提问 让听者感到疑惑 他是认真的吗 我没有掩饰我的怀疑 直盯着李思音 我当然会这样做 但你为什么要戳我的手 有时候会有奇怪的人 戳进奇怪的地方 我告诉他要戳手掌 但有些人戳到了大腿 我眯起眼睛 想看看我是否看起来 像个会做这种愚蠢事的人 你是说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这种事 你是在试图威胁我 在这里签合同吗 我觉得这太荒谬了 但他脸上的表情 却无比认真 无法将其视为愚蠢的玩笑 李思音耸耸肩 在这种情况下 刺你更高效 留得携手 你真是高效啊 李思音在我不肯放下匕首时 亲切地补充道 没事的 我很擅长戳 这不会疼 只是刺痛 胡说 如果你是我哥 我可能会刺得你不那么疼 我最好快点结束这一切 我熟练地握住匕首问道 需要多少血 够用就行 我毫不犹豫地划破手掌 鲜血低落 将匕首递给李思音 他问道 你有解毒剂吗 能解毒的神器 我扫了一眼 破旧的解酒汤店 当然有解毒剂 但我不想像眼前 这个可疑的人 透露我的全部底牌 李思音在桌子上 放了一瓶紫色液体的玻璃瓶 瓶中的液体粘稠 像融化的粘液 偶尔冒出气泡 我觉得那是 沼泽缠除生活的地方的颜色 我不确切知道那是什么 但显然这是一种 与解酒汤店不符的可怕物品 在我盯着玻璃瓶时 李思音脱下手套 亲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这是我自己的解毒剂 是给我的吗 你在合同期间不能死 现在就喝下去 看着那瓶液体 一载紧闭双眼 将解毒剂倒入嘴里 液体入口顺滑 跟看起来的样子完全不同 李思音依然握着匕首 开口说道 我有一个条件 他毫不犹豫地划破自己的手掌 手掌上出现一条大口 流出的液体比血还要苍白 从他的手背低落 永远不要背叛 他的声音冰冷 液体接触到的桌子燃烧得明亮 思音紧紧握住我的手 接触到的伤口 如同燃烧般抽痛 自从我感受到这种痛苦 已经很久了 红色和黑色的血液交织着 沿着手腕留下 金色的藤腕 在我们彼此的手掌周围绽放 某种东西在我体内涌动 爬上手掌 手腕和胳膊 最终在心口处安定下来 与此同时 一团热辣的感觉从胃底升起 我身影着 咬紧了嘴唇 那种不断的抽痛 似乎难以忍受 呃 忍着点 天赋 巴西利斯克的毒素 S加 生效 等一下 我对系统窗口的突然出现 感到震惊 这是我在西海裂缝 不获巴西利斯克时 获得的解毒天赋 但我从未真正使用过 这是一种对弱毒素 没有反应的奇怪天赋 那么 为什么现在会生效 我无法克制自己的尴尬 咳嗽着 鲜红的血液喷涌出 鱼心的血腥味中 夹杂着一丝甜心 啊 你这个混蛋 该死 兄弟 快点 你为什么在咒骂 该咒骂的人应该是我 我一个接一个地磕出血 努力抓住渐渐消失的意识 在微微摇晃的视线中 我看到了一脸凝重的李斯英 兄弟 你这个混蛋在给人下毒 兄弟 快张嘴 我告诉过他 如果碰我就杀了他 快点 紧张的斯英 把他戴着手套的拇指 塞进我的嘴里 我本能地咬住李斯英的拇指 恨不得用牙齿咬断他的手指 我的脑袋热得像要爆炸 我用冲鞋的眼睛 盯着充满视线的白色窗口 你的S加级天赋怎么这么慢 想搜一下吗 天赋 巴西利斯克的毒素 S加 生效 解毒中 系统窗口无奈地闪烁着 似乎在表达他努力的意图 但与我无关 我既不喜欢李斯英 也不喜欢巴西利斯克的毒 这个混蛋到底在想什么 竟然往人身上放毒 我觉得解药没用 那你叫我吃他干嘛 如果我没有解毒天赋 你怎么办 不就 凉爽的液体 缓缓从拇指流下 随着液体的触感 热度逐渐消退 与此同时 系统窗口弹出 解毒完成 在巴西利斯克的毒素 S加 影响下 解毒后 获得对毒素的抵抗力 我重重地喘着气 记不清上一次 像这样吐血是什么时候了 发烧逐渐减退 胆觉慢慢从指尖恢复过来 我的一只手 仍紧握着丝音的手 兄弟 我用另一只手摸了摸额头 模糊的视线渐渐清晰 映入眼帘的是那副气体面具 兄弟 丝音再次叫我 我缓缓吸了一口气 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努力 还是因为那神秘的液体 好了 差不多就行了 尽管痛感依旧 但足以忽略并行动 就在我准备回应 再次传来的呼唤时 温热的皮革手套 轻柔地包裹住我的脸颊和下巴 他的手在我脸颊上摸索了一阵 慢慢低下头 握住我的下巴 抬起我的头 黑色的气体面具 看得更加清晰 丝音轻声问道 你能看见我吗 我微微点头 仿佛看不透这稀薄的面具 虽然更多是因为 我的头保持不动 丝音担心的喃喃道 看来你能听见我 说话 如果不能 至少眨眨眼 感觉如果我开口 可能会开始咒骂 因此我极力克制自己 选择眨眼而不是大声回答 这其实是选择不说话 而不是无法言语 但也只能这样了 我感觉他对我脸颊握住的手 又紧了一些 你的声带受损了 还有哪里 这家伙的毒到底是什么 我听到这个消息 心中一惊 李思音关心的意思是 这毒可以同时损伤视力 听力 声带和内脏 这是连S级觉醒者 也能中招的强力毒素 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毒 车一载 一个紧张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思绪 小心的手触碰着我的脖子 我突然想知道 李思音此刻在想什么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你 我用力抓住气体面具 咔嚓 面具的前面在我的手中崩溃 经过摸索 扭动和拉扯 一张苍白无邪的脸 从撕裂的面具后显露出来 紫色的眼睛惊讶地睁大 嘴唇微张 刘海阴冷汗贴在脸上 你的睫毛真长 我很喜欢他那张 平时冷静的脸上 露出的惊讶和尴尬 当我对他的表情感到满意时 我把私下的面具扔到一边 放开了紧握我脖子的手 我用手背擦掉嘴角的血 我没事 我的声带没有受损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致命的毒 你就没有良心吗 该死李思英的俊美脸庞绷紧 撕掉了脸上的气体面具 扔到地上 怒视着我 你不说话是在开玩笑吗 我本来就想一开口就咒骂你 为什么要给我下毒 啊 该死 真烦人 李思英紧张地理了李头发 转过身 这时我小心地环顾四周 沾满鲜血的桌子 有些地方融化了 割伤我手掌的匕首 随意地躺在地上 一只陌生的瓶子 在旁边滚动 我捡起那只滚过来的瓶子 系统窗口弹出 显示这不是普通的瓶子 黄金树的花蜜 S 实用可消除 所有状态异常和诅咒 不可能 光是这个名字 就让人觉得奇怪 大多数异常状态的治疗 都有特定的类型和等级 而能无条件消除 所有异常和诅咒的物品 更是无价之宝 现在 这种稀有物品 现在是空瓶子 它空空如也 滚落在解酒汤屋的桌上 这难道是流入我嘴里的 那股凉叶 我有些不想再揪着 人家衣领争论 谁会把毒放进 一个人身上后 再给他一堆无效药物 想想看 李思英似乎也相当尴尬 花蜜 真可惜 如果他再等一会儿 我的天赋 巴西利斯克的毒 本可以自己解毒 为什么我不告诉他 我有解毒天赋呢 我翻了翻眼睛 紧握着现在空了的花蜜瓶 李思英仍然背对主 嗯 李思英 这花蜜很贵吧 说点别的 当李思英对我咆哮时 我伸了身懒腰 怒视着他 问价格就像是在伤口上撒盐 我心想 我从来就不擅长安抚人 经过一番思考 我决定了最明显的答案 先谢谢你 我终于说对了吗 感谢给你下毒的人 你是个圣人 谢谢你 但去你妈的 这是个现代社会 感谢往往伴随着讽刺 而非赞美 这笔没有水的鸡胸肉 还让人窒息 我也不认为 和他说再多会有什么好处 我小心地放下他手中的花蜜瓶 检查我的手掌 被匕首划伤的伤口 在不知不觉中愈合了 淡淡的金色伤疤 悄然爬上留下的薄薄伤痕 看来合同已经结束 我握紧又松开双手 然后转向思英 我想合同已经达成了 那你就继续解释 我们谈过的事吧 这时 李思英才转过身于我对视 他的脸色无表情 略显肿胀 优雅地拉起椅子 坐在我对面 沉默片刻后 他说道 有一些喷毒的人 我在寻找他们 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 思英缓缓继续 毒品的售价很低 随处可得 正因为如此 他们很容易上瘾 而那些上瘾的人 则会越来越渴望刺激 通常情况下 觉醒者在各方面的敏感 都比普通人更高 这是因为他们的感官 被精细地发展 注意的事情很多 因此生活中不愉快的是多 而愉快的是手 对这种觉醒者来说 毒品的刺激 或许是一种消除日常生活不快 只带来快乐的神奇药物 抵挡住久违的快乐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他们沉沦在其中也不奇怪 如果你逐渐增加剂量 到某个时候 光靠这些刺激就不够了 然后 你会寻找自己的供应 去那里的人 大多是身体发生了变化 或即将变化的人 供应商会抓住那些 自己爬进来的 去哪里 实验室 思英的脸上 笼罩着一抹阴郁的光 毒品只是收集实验体的诱饵 实验体是什么意思 我微微皱眉 心中疑惑 为什么选择觉醒者 作为实验对象 相比普通人 觉醒者更难被引诱或绑架 显然 他们希望从觉醒者身上 获得某种东西 思英看出我的沉思轻声问 你知道怎么觉醒吗 是被系统选中 我回忆起系统出现的那天 耳边响起怪物爬行的声音 感受到混乱中的恐惧 系统根据绝望的愿望 选择觉醒者 思英继续说道 祈求活下去 本身也是一种愿望 但有些人对此不满 我只是思英 那些人可能和毒贩一样 他调侃道 你是说 他们想创造觉醒者 我震惊地问 没错思英冷静地回答 但我感觉事情并不简单 这药物一旦上瘾 会导致攻击性和失去理智 难道他们会用觉醒者 作为实验对象 假设他们真的创造了觉醒者 目的又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 但我想他们说过 什么关于阻止末日的话 世界末日 我感到不安 我没仔细听思英耸监 准备离开 先处理好猎人注册的是吧 明天我会派人过来的 好的 别忘了处理桌子 我只向那张被毒化的变黑的桌子 李思音无奈地把桌子放进背包 尽管他离开了 解酒汤馆依然热闹 下一刻 裴元宇走进来 发现桌子少了 感到奇怪 我觉得那张桌子快断了 我随口回答 到底是谁把桌子弄坏了 一名猎人质问 我心里清楚 正是我所为 但没有回应 别伤心 兼职的 猎人们开始安慰车一载 他们是真的关心解酒汤馆 还是感到用餐时 争抢作业 第二天下午2点40分左右 正当我挂上准备食材的牌子 开始熬汤和打扫店铺时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走到店前 敲响了铁门 真难以相信 我已经挂了 正在准备食材的牌子 他居然还来敲门 我握紧手中的扫帚 但突然脑海中闪过一个声音 我会派人来找你 我松开了握着扫帚的手 打开了门 带着墨镜的男人 微微鞠躬打了个招呼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您是车一载先生吗 是的 我是 你好 我看过一眼 但他还是深深的 印在了我脑海里 不过 一开始就说人家的名字奇怪 可不太礼貌 所以我也微微鞠躬回礼 你好 请先收下我的名片 敏击双手礼貌的 递出了一张名片 我将扫帚夹在一边 接过了那张小小的举行纸片 名片上写着 波涛工会战斗支援队一 非常小的奇迹 今天我会带您完成 能力测量和注册的过程 请您见谅 非常小的奇迹 从他的库存里 取出了一台平板电脑 向我展示了屏幕 给我一个低等级 爆炸的背景图像 和红色弓箭型标题 映入眼帘 我看到那奇怪的 射镜舞板时 表情有些异样 但非常小的奇迹 却显得十分认真 我听说您的目标 是尽量不引人注目 得到一个较低的评级 对吗 哦 您不需要口头回答 只要填写这份 调查问卷就行 敏击将屏幕转过来 出现了一个调查项目 他递给我一支 平板电脑的笔 我开始填写问卷 是我与李斯英 达成协议时的条件 我短暂地思索了一下 用笔尖轻轻轻敲打着嘴唇 考虑到他原本是S级能力者 我觉得如果真想得到一个 与现实差距太大的等级 解释起来会很麻烦 而作为一个过着 隐居生活的废材 就更不可能随便打败怪物 我顿了顿 表情变得严肃 E或者D 二您系统中的等级是多少 如果您不想透露自己的等级 请按照以下示例填写 F到C 弱 E到S 强 这个问题设计得很周到 充分把握了 客户想通过评级操控 得到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 我甚至觉得 他是不是曾经和其他人 也做过类似的交易 强 我毫不犹豫地按照例子 写下了答案 然后向下看到了 最后一个问题 三您是否同意使用药物 和诅咒来操控评级 等等 这题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接下来的问题里 竟然包含了类似于 免责条款中的毒性条款 我认真地填写了表格后 举手叫住了敏姬 请问 敏姬先生 我觉得第三个问题 有点奇怪 什么 稍等 敏姬伸长脖子 查看了屏幕 疑惑地歪了歪头 第三个问题是正常的啊 有问题吗 他写着要使用药物和诅咒 是真的吗 是的 如果想要隐藏能力 您确实需要承受这些 他是个骗子吗 我做好了准备 随时可能用平板 砸向敏姬的脑袋 敏姬后退了一步 开口问道 先生 您知道猎人注册时 是怎么测量能力的吗 我知道八年前的测量方法 但并不知道最新的测量方式 随着魔法石价格的上涨 测量方法应该也有所改变 我没有装懂 只是摇了摇头 敏姬仿佛早有准备 开始解释 在测量时 您首先要手写填表 然后用猎人局 开发的机器测量您的能力 在评级过程中 他们还会检查您 展示的代表技能 哦 对于手写部分 您可以随便填写点废话 这倒没什么问题 至于代表技能 您只需要展示一个技能 但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 是的 那非常准确 所以要想瞒过机器 比骗过公务员难得多 但是 敏姬自信地竖起实质 这台设备 是以魔法石为能源的 它不会对普通人有反应 只对觉醒者有反应 因为它遵循的是系统的法则 而非我们所知的科学常识 因此 我们也可以根据系统的法则 欺骗这台机器 可以使用来自副本的药物或诅咒 来削弱觉醒者的能力 敏姬得意地说道 仿佛它的论点很有道理 是不是很有道理 实际上还真挺有道理的 反正大多数药物或诅咒 对我的身体不会有什么伤害 我闭上眼睛忍一忍 也没什么问题 我身体这么强壮 得好好利用才行 我好像被蛊惑了 拿起笔认真的写下了 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 三您是否同意使用药物和诅咒 来操控评级 同意 拿回平板的敏姬 入出满意的表情说道 好了 哦对了 您带身份证了吗 幸好 我的居民身份证 再从裂缝出来后 就重新办理了 我指了指店里的柜台 在我的钱包里 那就拿上钱包上车 咱们快点出发吧 他说的车 是一辆脏兮兮的蓝色车 他停在巷子里 看起来非常破旧 我很难想象 他是开这辆车的 我看着穿着整节西装的敏姬 又看着那辆布满灰尘的车 波涛工会真没钱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工会很穷 读心术是他的技能之一吗 我避开他的目光 摇了摇头 我没这么想过 我知道你没这么想 不过告诉你一声 这辆车是我们用来 执行卧底任务的工会车 哦 是吗 为什么你的回答 听起来那么没有灵魂 我从柜台拿了钱包后 走进厨房 查看正在熬煮的高汤 我得再煮一会儿 顺便撇掉浮沫 我摸了摸下吧 向外面的敏姬问道 注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嗯 不管怎么说 最多也就一个小时 那我就把火调小一点吧 高汤煮得越久 味道就越浓厚 所以只要掌握好时间问题不大 我用刀撇掉浮沫 调小了火 然后脱下围裙挂在墙上 拿上钱包后 我坐进副驾驶 敏姬示意我系好安全带 等确认我系好安全带后 她才发动了车 我们不会去觉醒者管理局的 正是注册中心 而是去广京区的临时注册中心 那里效率高 不显眼 而且没有强大的觉醒者 新开的中心不是更受重视吗 那只是刚开夜时的情况 广京区中心已经开了三个月 现在已经松懈了 等主楼完工后会更松散 敏姬瞥了我一眼 微微扬了扬下巴 指向旁边的一个黑盒子 看到那边的黑盒子了吗 哦 看到了 里面有一对手环 您可以试试看 盒子里是一对银色的手环 形状像蛇咬着自己的尾巴 当我拿出手环时 物品的信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乌洛波罗斯的缰绳 A级 佩戴者佩戴一对石 会对其施加虚弱诅咒 这就是调查表上 提到药物和诅咒的原因吧 我拿起那个诅咒物品 平静地说道 虚弱诅咒是个道具 秉姬认真地点点头 是的 如果想降低等级 最简单最快的方法 就是佩戴带有虚弱诅咒的物品 这个诅咒能解除吗 能 别担心 我也戴了破咒的卷轴 测量结束后 我会立刻为您解除诅咒 我将这对手环 戴在了左手腕上 整个身体顿时感到沉重 仿佛左臂上绑了一只沙袋 感觉如何 确实有点沉重 不过 我摸了摸手腕上 发出清脆响声的手环 如果我用这种方法作弊 真的不会被发现吗 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查出来 敏姬怂怂肩 哦 没事的 他们确实会检查佩戴的物品 但 那只是对已经注册的猎人 进行重新测试时才会检查 他们不会检查 新觉醒者身上的物品 一个还没注册的新人 哪来的物品 未注册的觉醒者 连猎人市场都进不去 再说了 敏姬说着 悠闲地转了个左弯 所有人都想得到高等级 不是低等级 哦 我可不是在说您 我略显紧张地侧目看了他一眼 但很快就接受了他的话没错 手环在我手腕上 发出叮当作响的声音 总之 你的实力削弱得够了吗 如果还不够的话 你得喝弱化药水 我活动了一下四肢 感知自己的状态 显然还不够 我摇了摇头 我觉得还不够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所以提前准备了 敏姬从物品栏中 取出一个大箱子 递给了我 打开箱盖 里面整齐摆放着 十瓶白色液体 真的 是的 放心没问题 虽然他是用来涂抹在武器上的 但喝了也不会有事 我们还做了生物实验 他继续补充 看着手中的药水 我由于片刻 还是拧开瓶盖 直接喝了下去 然而 我并没有感受到 浴气中的变化 可戴上手镯不同 这药水似乎没有任何效果 我狐疑地喝下了第二瓶 你觉得怎么样 敏姬问道 我依然没有感觉到任何变化 完全没有效果吗 他不安地问 这个药水的效果 需要时间才显现吗 我问 没有 应该马上见效的 敏姬解释道 昨天我们实验时 系统还弹出了警告窗口 显示我的等级大幅下降 事情变得有些蹊跷 我喝了第三瓶 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敏姬先生 我沉思片刻后开口 在你的系统中 弱化药水被视为毒药吗 是的 会长喝了也没有效果 因为他对毒药免疫 敏姬一边回答 一边显得更加紧张 我默默合上了箱子 看来蛇妖的毒素 让我对药水产生了抗性 系统甚至懒得弹出提示窗口 想到这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 你是不是对毒免疫 敏姬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露出震惊的表情 可是我听说 你对毒药特别敏感 怎么会这样 还有其他降低等级的方法吗 我问道 敏姬沉思了一会儿 突然抬起头提议道 要不我们去猎人市场 用公司卡 买一些弱化诅咒道具怎么样 我拒绝 敏姬显得有些沮丧 叹了口气 真的很抱歉 我没想到会这样 现在就只剩这条银手镯了 车里的气氛 瞬间变得沉重起来 为了缓解他低落的情绪 我试图找点话题 你信佛吗 我问道 什么 我没信呀 那后视镜上的佛珠 是怎么回事 敏姬恍然大悟 尴尬的笑了笑 哦 这个啊 是我在佛国四纪念品店买的 上真人秀用的 我有些惊讶 没想到敏姬会参加真人秀 或许她也是个挺有趣的人 我打开了副驾驶的手套箱 发现里面装满了 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 像是按摩器 折扇什么的 我拿出一把扇子 展开后看到 上面会着一朵莲花和一尊佛像 这真是个奇怪的人 我心想 车子缓缓驶向了临时登记中心 那是一个摆放在 区政府停车场的大集装箱 入口处立着 郑滨和李斯英的真人立牌 仿佛是在欢迎觉醒者们登记 门口还挂着一条横幅 祝贺觉醒登记成功 觉醒管理局 我们到了 临机将车停在收费停车场里 不过 我担心这个手镯 不足以让你降到地级 要不我们改天再来 什么时候 我得出国出差 可能三周后回来 三周 我必须尽快完成登记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临机低下了头 对不起 还有其他办法吗 其实 今天是最佳时机 这个临时登记中心 运作时间有限 等我回来可能已经结束了 如果今天不登记 以后就没机会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我握紧了手腕上的银手镯 看来今天必须完成登记 现在就去检查吧 我说道 是的 其实这样最好 那你刚才还说要战略撤退 那只是客套话 敏机低声说道 别担心 如果实在不行 我还有最后的手段 你别想着用什么最后手段 给我降到地级就行了 放心 我去买杯咖啡等你 你加油 看着他拍手给我加油的样子 我真想用 挂在后视镜上的佛珠打他 不过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 拉上兜帽 拖着脚步 朝临时登记中心走去 当我拖着脚步 走向临时中心的入口时 我把手插进了口袋 这是什么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硬物 检查了一下 再一次与那慈祥的佛像对视后 我短暂地回忆起了 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塞进口袋里 而不是手套箱里 轻轻叹了口气 我把扇子放进了外套的口袋里 当我走进入口时 一位站在集装箱前的工作人员 迎接了我 您好 先生 请问您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我要注册成为觉醒者 请在这里取个号 稍等片刻 出乎我意料的是 敏机说的没错 这个临时中心确实没有多少人 这里只有医务人员和政府官员 我从机器上取了一张号码票 坐在塑料椅子上 瞥了一眼墙上的电子钟 现在是下午3点02分 检测本身不应该花很长时间 所以如果动作快一点 晚上应该不会耽误我其他的事情 我会去吃个解酒汤 当我闭上眼睛等待时 我的号码被叫到了 93号 我走向窗口 递出了号码票 工作人员将号码标签 放进塑料篮子里问道 请问您来这里做什么 我是来注册成为觉醒者的 恭喜觉醒 您觉醒多久了 已经11年了 不过我不得不撒谎 因为如果说实话肯定会被发现 三天 请把您的身份证和手机号码给我 我把身份证和手机号码递给了他 当工作人员输入号码后 旁边的打印机打印出了一些文件 完成了身份核实的工作人员 递给我文件和居民身份证 用公式公办的语气说道 只需要填写这里 用荧光笔标记的部分 请写上您的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和地址 请调出您的系统窗口 并填写说明栏 您不需要把所有技能都写下来 但必须写出一项 能够在技能测量实展式的技能 好的 那边有圆珠笔 请填写完后再交给我 意再从窗口站起来 走到角落里 费力地拿起了圆珠笔 我可以写上节酒汤店的地址 我没有太多困难 就写完了个人信息 由于在聚业活动的时候 觉醒者的个人信息管理并不严格 所以这部分对我来说相对容易 问题出在后面 我调出了自己 一直刻意不去检查的系统窗口 系统的几个信息窗口 重叠出现 我微微皱了皱眉 然后又重新打开了一次 虽然这些年我没有怎么管它 但八年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应该像是 要收集十一年的数据一样 等了一会儿后 白色窗口里 终于出现了简掠信息 我快速浏览了一遍信息 然后茫然地盯着空中 好吧 那么 我该写什么 对于猎人来说 技能如同生命线 即便评级不高 但拥有一个优秀的技能 也足以成为一名猎人 随着社会稳定 猎人的地位提升 猎人协会作为猎人的利益集团 认为要求个人公开所有技能 是侵犯隐私法的行为 觉醒者管理局 则对此予以反驳 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但经过长时间的争论 管理局最终做出了让步 新标准规定 注册觉醒者时 无需登记所有技能 最终 觉醒者注册表的技能部分 被缩减为一个空格 只需填写一个代表个人的技能 即代表技能 这一单项技能 将成为猎人的标志 对那些隐藏实力和身份的人来说 问题不大 然而 既然需要展示技能 我就不能随便编一个不存在的技能 我扫了一眼猎表 追踪者之眼 S加级 追踪和定位他人的能力并不常见 如果我拥有这个技能被人知道 我的麻烦将成倍增加 排除 穿星一击 S级 确实可以一击穿星 也是罪的标志性技能 如果在罪还活着的情况下写这个 我会被管理局发现 排除 无声不乏 S级 可以完全隐身使用 这也不是低级猎人应该有的技能 排除 其他相对低级的技能 也充满了魔棱两可 在这种情况下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发挥想象力 编造一个合适的谎言 问题是 我的想象力并不怎么好 什么技能既不显眼 又容易骗人呢 我擅长的是打人和硬扛 但是打人是我的标志性技能 不能写 经过长时间的苦思 我最终写下了一个技能 强壮 D级 它可以强化身体 使其强壮 首先 我会挨打 和一身蛮力 此刻 我已经转为坦克职业了 崔熙云 觉醒者管理剧的C级猎人 他因为是新人 而被分配到 广京区的临时觉醒注册中心 这是个临时中心 不久后 他就会掉到主楼 所以工作少 是件好事 但因为没什么事做 他感到无聊 最近 他甚至在上班时间 看了一季的电视剧 如果今天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他可能还能看完另一季 叮咚 崔熙云暂停了视频 打了个大哈欠 他被这个难得一文的提示音 吓了一跳 查看了监控器 看来终于有人来测量能力了 他清了清嗓子 提高了嗓音 哦 进来吧 开门走进来的 是一个穿着灰色连帽衫的 高个子年轻人 年轻人毫不犹豫地走向崔熙云 并递上了文件 他的动作非常干脆利落 以至于崔熙云感到有些尴尬 他愣了一会儿 检查了文件 姓名 车一载 年龄 二十八岁 技能是 强壮 什么技能名啊 崔熙云忍不住笑了 哎呀 如果你稍微在猎人网上逛一下 会发现很多人的技能 都像是在瞎写 他挠了挠太阳学问道 从技能描述来看 像是增加防御力的坦克型技能 对吗 我觉得是这样 但我不太 不太确定 年轻人的声音逐渐低了下来 听起来毫无自信 完全不像他刚进门时 那种果断的表现 崔熙云瞥了一眼年轻人 又回到了文件上 觉醒日期 三天前 也有可能 如果是自我强化的增益技能 自己使用时确实很难察觉 这又不是攻击技能 崔熙云摇了摇头 站了起来 稍等一下 他从角落里拿出假人 打开了开关 假人看起来像是个木雕人偶 嘎吱嘎吱地站了起来 崔熙云给假人手中放了一把木剑 并示意意在 你只需要使用技能并承受攻击 攻击的威力 相当于地级觉醒者的平均攻击力 可以吗 可以 如果被打得太疼了 请一定要告诉我 我会给你一瓶恢复药水 好的 年轻人的声音 还是有点怯懦 但考虑到 他马上要被一个假人打 这已经算是相当镇定了 崔熙云对此印象深刻 这镇定真是厉害 作为坦克 小中型工会 应该会马上抢着要吧 而车一载心响 我已经用了技能 所以不会被打得太重 但反正也会疼 所以我就装作很疼的样子吧 我已经做好了 上演一场好莱坞动作戏的准备 你用技能了吗 用了 那我们开始吧 当崔熙云按下按钮时 假人高高举起木剑 朝我冲了过来 在我眼里 它显得异常缓慢 但我不能躲开 我眼睛随着 缓慢下降的木剑轨迹转动 照这个速度来看 它会打到我的肩膀 正如我所预料的 当木剑敲在我左肩上时 啪哒 当我听到不寻常的声音时 我就有了预感出了问题 我本以为会挨重击 结果却轻得出奇 怀着不安的心情 我瞥向空中 果然 本该卡在我肩膀上的木剑 它在空中飞了出去 断成了两截 我用天生的动态势力 锁定了那把飞出去的木剑 短暂地犹豫了一下 我该抓住它吗 不 如果抓住它 就完了 我转动着脑袋 希望我的大脑 能运转得快一点 要不装作受伤 对 这主意更好 我迅速做出判断 稍微侧了下身子 用手捂住了左肩 发出了一声嘀嘀的声音 啊 疼死我了 哦 这真是疼啊 当然这并没什么用 我自己听着都觉得没劲 而且因为太慌张 我假装疼痛的时机 有点早了 我眯起了眼睛 这是什么木剑 解酒汤管的大汤勺 都比这些是吧 木剑划出一个完美的抛物线 最终砰的一声 落在堆放的箱子之间 真疼啊 疼得厉害 我试图发出 毫无灵魂的自夸之语 但这丝毫没能缓解 弥漫在集装箱里的诡异寂静 崔西云一脸茫然的 在断裂的木剑停住的木偶 和抱着自己肩膀的翼仔 之间来回看 就在崔西云 刚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木偶的右臂 扑通一声掉在了地上 此时 诡异的寂静 已经从静默 升级为一种刺耳的声音 我看了一眼 掉在地上的木偶手臂 咬紧了牙关 你们这些官僚 都不检查装备的吗 真是他妈的失职 我在一阵怪罪政府的思绪中 恢复了理智 这时候 可不是责怪就木偶 合若木剑的时候 我得赶快结束 这个没人解答的状况 崔西云开始慢慢回过神来 那个 车 翼仔 是的 你刚才使用的技能 真的是地级的吗 崔西云的脸上满是怀疑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回答道 是的 那是地级技能 可是为什么木偶和木剑都坏了 我也不知道 我低下了头 然后用破旧的运动鞋 蹭了蹭地面 一声嘟囔道 他明明是说强化身体的 但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强化了什么 或怎么强化的 我结结巴巴地说完 又抓了抓后伯格 沮丧地问道 那个 这木偶 我是不是得赔偿您啊 啊 不 现在暂时 这木偶很贵吗 特性扑克脸 必已激活 我揉了揉 被木剑打到的肩膀 崔西云开始慌乱了 我的天 你怎么能跟 一个刚刚觉醒的人说这种话 在猎人行业里 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段子 刚觉醒的人非常敏感 得像对待一颗炸弹一样 小心翼翼 当然 在觉醒登记中心工作的人 对此也非常清楚 而且这也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培训新职员的教官 曾经在课堂上大声疾呼 刚觉醒的人 在适应突然改变的环境时 非常敏感 对待他们是要非常小心 稍微一点点刺激 都会引发大问题 简而言之 他们的建议是 新觉醒者就像 一个熬夜72小时的人 一样敏感且情绪波动大 随时可能崩溃 因此千万别招惹他们 只要安抚好他们 完成登记就行了 幸运的是 崔西云正好是一个新员工 他脑海里还牢牢记着 那些特别法律教育中 反复强调的内容 关心普通民众 和新觉醒者的重要性 如果他眼力再好一些 或许会注意到 一仔眼神里 隐含的暴力倾向 但可惜的是 觉醒局的洗脑式培训 已经牢牢卡住了 崔西云的视线 而且 一仔那张集 便被帽都遮住 也依旧英俊的脸 增加了他的可信度 当然了 一个三天前才觉醒的觉醒者 能知道什么呢 崔西云的想法 逐渐倾向于认为 应该安抚眼前 这位情绪波动的觉醒者 以免他出现 更大的情绪失控 导致更严重的事故 他很快就要 回到局里工作了 不能在这时候 惹出麻烦 崔西云清了清嗓子 捡起了木偶的断臂 没事 这木偶已经很旧了 等我们搬到主楼后 就打算换掉它 哦 是这样吗 是的 您不必太担心 技能演示暂时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测量您的能力吧 崔西云微笑着 指向测量仪 我回忆微笑 但心里却想到 终于到了这一步 这该死的测量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崔西云指着脚踏板 您只需要脱下鞋子 站到上面 机器会检查系统里 登记的等级和能力 并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一载 您只要站在那里就行了 很简单 对吧 是的 太简单反而成了问题 即便我的等级下降一级 我现在的等级 依然是A级 这和我想要的D级之间 差距如同天壤之别 我迅速扫视了一圈 连接着机器的显示器 被放置在桌子上 要不等结果出来后 如果不合适 我就把显示器弄坏 要这么做的话 必须让崔西云 把注意力移开 或者至少把她织出去 我停下拖鞋的动作 举起了手 那个 先生 嗯 有什么事吗 我刚才被木剑打得肩膀有点疼 可以给我点药水吗 特性扑克脸 B 以激活 我尽量露出一副沮丧的样子 登记用的药水 应该是便宜的耗材 不会在她个人的物品里 给我一瓶她自己的药水 也会让她觉得心疼 她最终不得不去仓库拿药水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 崔西云挠了挠头 私下看了看 啊 药水现在在仓库里 我得去拿一下 您可以等会儿吗 可以 我可以趁这段时间 自己测量 您说机器会自动进行 对吧 您确定 那我马上回来 您只需要按照脚印的形状站好 尽量别动 如果机器发出铃声 就可以下来了 我很快就回来 崔西云刚一走出房间 我立刻脱下鞋子 站到了脚踏板上 蓝色的光 从脚底开始扫描全身 不一会儿 随着一声铃响 显示器上出现了 一个红色的字母 93号 车一载的等级是A 我就知道 你这混蛋 我叹了口气 想起了刚才 大喊加油 得敏击 我真想抓住她的领子问问 今天测量真的是最好的时机吗 但也不能怪她 毕竟我也没料到药水 对我的身体会失效 现在看来 我得对电脑做点小动作了 我踩下脚踏板 揉了揉鞋子 碰 突然 整个世界都轰鸣了起来 几秒钟后 门和集装箱开始晃动 猛烈的风像台风一样 席卷而来 更离谱的是 这里可是没有窗户的集装箱 风力过大 我戴着的帽都被掀了下来 我用手臂护住脸 后退了几步 勉强站稳 觉醒者 您没事吧 抱着一大包药水的崔西宇 出现在门口 她的头发乱糟糟的 看来是一路顶着风进来的 当她检查我的情况时 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 被她身后吸引了过去 喊道 抓住我的手 什么 啊 正在环顾四周的崔西宇 一脸茫然 接着她惨叫一声 被吸进了裂缝 我咬紧了牙关 冷汗顺着我的额头流了下来 我感到一阵恶心 仿佛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 随时要吐出来 如果这样被吸进裂缝里 会发生什么 我缓缓站起身 开始喘着粗气 脑海中充斥着恐怖的画面 紧抓生命的双手 被怪物践踏的 无法辨认的尸体 厚重的血浆 分不清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而被遗留在裂缝中的 啊 真他妈的 蓝色的光芒 如海浪般涌上我的头顶 我紧紧闭上了眼睛